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本可以作为人生灯塔一般 那一定是美国作家哈破里的《杀死一只只羹鸟》 《杀死一只只羹鸟》自1960年发表以后 不仅被搬上银幕还获得了普利策奖 更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 在世界范围内售出超过3000万册 这个故事即使放在现代社会也让人愤愤不平 黑人汤姆·鲁宾逊被人诬告强奸罪 辩护律师阿迪克斯·芬奇 尽管握有汤姆不是强奸犯的证据 并全力为其辩护 都无法阻止汤姆被扣上罪名后 死于乱墙之下 虽然距离小说发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 但至今读来小说里的人物还历历在目 他更传扬着我们无比珍惜的品质 善良 勇敢 宽容 难怪不少人在阅读后评价 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生 跟读过之后的人生 真的很不一样 梅科姆镇上有位善良乐于助人的黑人 名叫汤姆·鲁宾逊 为了维持生活 汤姆在一家白人的地里干农活 每天去工作 他都要经过尤尔家门前的那条路 鲍勃尤尔是有名的酒鬼 他有八个孩子 其中最大的女儿 马依拉尤尔已经十九岁 一次偶然 汤姆下宫路过尤尔门前 马依拉借着请他进来帮忙的理由 引诱汤姆亲吻自己 汤姆手忙脚乱地推开马依拉 撒腿就跑 这时鲍勃尤尔喝得醉醺醺的 刚好回来了 女儿勾引汤姆的一幕 刚好被他瞧见 鲍勃发了疯 对着马依拉一顿暴打 并威胁他一起污蔑汤姆 为了掩饰事情的真相 也为了避免自己遭遇镇上白人的鄙视 马依拉指控汤姆侵犯 并打伤了他 以消除自己的罪证 即使汤姆的无辜显而易见 白人那一直对黑人持有的种族偏见 让陪审团选择无视证据 并判定汤姆有罪 最终导致绝望的汤姆越狱被枪杀 现实生活中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 对人产生偏见 女司机上路 这不是祸喊人吗 这个人居然有纹身 他肯定不是个好人 穿成这样出门 一看就知道不检点 心理学中有一种现象 叫做正实性偏差 它是指 当我们先入为主的 接受或形成某种观点时 就会带着主观的观念 下意识地去排斥那些 和你观点相悖的现象 从而 以自我的角度和意想的情由 得出一个符合自己意愿的 事实或者真相 人心中的偏见 是一座大山 哪怕被误解之人 一直努力证明自己 也逃不过被诅咒 被伤害的命运 可是有时候 耳听不一定为虚 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偏见的可怕 远胜于无知 偏见就像一堵墙 阻碍了你看待世界的角度 更把你禁锢在 固有的框架中 如果一个人注定 只会用偏见和歧视的目光 来观察世界 那他将永远都看不到世界的真相 而当你放下偏见 尊重客观事实 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人 才能拥有多姿多彩的人生 在这场诬告案中 汤姆的辩护人 白人律师阿迪克斯 同样饱受争议 梅科姆镇上白人居多 汤姆和鲍博的官司 根本没有一丝剩的希望 所以 即使正职如阿迪克斯 下决心为汤姆辩护的时候 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消息传开 小镇上的一些人 极力地阻挠阿迪克斯的工作 但阿迪克斯并没有在意 他继续搜集着证据 为汤姆洗刷冤屈 人们没有放过阿迪克斯 这日 杜伯斯太太 又为了阿迪克斯 替黑人辩护一事 辱骂阿迪克斯一家 激怒了哥哥杰姆 一气之下 杰姆不顾父亲的叮嘱 毁坏了杜伯斯太太 心爱的山茶花 阿迪克斯让杰姆 给杜伯斯太太赔罪 杜伯斯太太提出 让杰姆每天下午 给自己念书 并且借机 时不时地奚落节目 继续用恶语 抨击阿迪克斯 兄妹俩不理解 为什么即使 整个阵子上的人 都像杜伯斯太太一样 对阿迪克斯的决定 抱着如此恶劣的态度 阿迪克斯依然坚持 自己的想法 直到杜伯斯太太去世以后 阿迪克斯教育节目的一段话 清晰地表达了 他真正的信念 我想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而不是错误地认为 一个人手里拿把枪 就是勇敢 勇敢就是 在你还没开始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注定会输 但依然义无反顾地去做 并且不管发生什么 都坚持到底 一个人很少能赢 但也总会有赢的时候 阿迪克斯的话 让人热血沸腾 人生在世 或多或少 都会遇到各种阻碍 这个时候 拥有直面阻碍的勇敢 格外重要 而真正的勇敢 并不是纯粹的鲁莽 而是抱着 非做不可的使命感 一种 哪怕知道自己会输 也依然坚持到底的决绝 真正的英雄 绝不是永没有 背下的情操 只是 永不被背下的情操 所屈服罢了 就像曾对世界 充满幻想 热爱生活的我们 在认清生活 并不那么美好后 却依然热爱世界 热爱生活 并且为了更美好的 明天奋斗 拥有这样的勇敢 虽败有荣 西塞罗曾说 教养之于心地 犹如食物 之于身体 的确 一个人有没有教养 从他生活中的 枝节末夜中 就能看出来 阿迪克斯的教养 首先体现在 尊重别人上 当孩子们 对怪人拉德利 和他的幽宅 感到好奇 并一再偷偷窥探时 阿迪克斯 都会出来制止 他告诉孩子们 要尊重别人 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不应去打搅他 作为一个高贵的白人 在听到斯库特 称黑人为黑鬼时 温和地纠正他 斯库特 不要叫黑鬼 那是灭城 甚至 在儿子节目 报复了恶言恶语 侮辱阿迪克斯的 杜伯斯太太后 严肃地警告儿子 这样对待一个 生病的老太太 是不可原谅的 阿迪克斯 无疑是一个高层次的人 他深知 当别人和你观点不同 羞辱你的时候 你不要因此丧失 自己的教养 你还是应该尊重他们 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认识 来理解世界 阿迪克斯的教养 其次体现在善良上 他是一个隐藏着的神枪手 但他从不认为 这是一件应该自豪的事 相反 在他看来 用枪是一件 对其他生命不公平的事 因为当枪端起的那一刻 人就拥有了 超越大部分生物的才能 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 必定是善良的 对他们而言 每一个生命 都值得被善待 而他们也会 时时刻刻地 体贴他人 没有成见地 为他人着想 有教养的人 永远自带 治愈他人的属性 其实 教养说起来很大 但做的 其实都是小事 真正的教养 无需多言 它是懂得尊重 是内心的善良 更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体面地做人 教养是天生的 它无关于身份 学识 财富 它不是别人制定的 道德约束 而是内心 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 对全世界的敬畏 与尊重 那些有教养的人 正偷偷地温暖着 整个世界 电影《熔炉》中 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一路奋战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不让世界 改变我们 半个世纪过去了 我们还把杀死 一只只羹鸟奉作经典 并不是要对人性 失去信心 而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有太多我们的缩影 生活在这个时代里 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不得不 置身社会的大染缸中 身不由己 可生而为人 我们都与众不同 与其随波逐流 不如丰富自己 做一个勇敢的人 在经历了岁月的 搓磨以后 依旧能够坚持心中所爱 哪怕他远在天边 做一个有修养的人 知人不平人 看透不说透 坚守内心 保持清醒 温和地对待生活 宽容地对待着他人 做一个善良的人 心怀悲悯 摒弃偏见 不让自己在着视中 失去应有的颜色 更不让良知 在混乱中泯灭 世事一改 愿你出心不变 一往无前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